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东夫》 直认 哎呀,搵食艰难,搵食艰难 做什么这么感慨啊? 你没听高官说 未来几个月,香港将举行多汉盛事 政府都会继续推动无处不履有 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旅客来港消费 为本地经济注入生活力 香港想穷都难啊 我听有议员引述钟小企说 现在收紧银筋,周转不灵的情况很多 只搞城市根本都帮不了手 弱卷救不了大饼 不过雪燕,我想说的是 名副其实吃很小的食 就算是旺角铜锣湾等旺区 过了夜晚九点想找个地方 医图都难啊 又说店铺收拾10间开16间? 难道收拾那10间都是食市? 开的那16间就是帮人搞清盘的公司呢? 难为有些人还说 饮食业界不要动就赖市民不上消费 只要服务质素保持得到 食市根本无据竞争 事实是好像铺租等等的开支 是硬挖不能走检的 就好像湾仔有间明星都很喜欢帮衬的扒房 名人加持效应 服务质素应该有保证了吧? 我和这间扒房谈过 发现他们遇到的困境 可以说是饮食界以及整个中小企的缩影 事不宜迟 一起去片看下 冬夫 今年餐饮市到每放愈下 就连周遇发、刘青雲等命人光顾的名人扒房 都难逃结业压运 餐厅老板杨先生坦言 现时香港餐饮业进入冰河时期 多种因素加起来令餐厅难以支撑 我自己年纪都大了 亦都有租金的压力 初初都是贵租的了 在三年后我们的药满 环境不是很好 19年 都不断加10% 各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了 疫情打厚 有很多个个一早回家自己煮 游镜传染疫情 所以现在的餐厅一直都昏迷 晚上很少出街 就算出街都是某一个地区 一些人聚集在那里 但是有些地方是静静静的 其实你这间餐厅的人流如何 疫情前后有没有很大的分别 疫情前是可以的 19年打厚到现在一直减 8点钟这里是没有人在街上走的 很少 以前有展览会 前面酒店有那些酒店的客人 这里有很多人走的 后期那些疫情展览会都很少 尤其是没有了 那你们有没有尝试其他方法去减低亏损呢 哎 现在减无可减的了 现在真正 我伙计是只有一个 一个 是的 那全部都是我的儿子 媳妇 我姐姐在那帮我手 如果不是呢 一早就拉了闸了 这几年我自己都很疲累 都会是休息一轮 如果我再开回 是第二代 那我最多在旁边帮我手 或者会是另类的饮食 不会说做回传统那些 或者转一转形式 前两个月都有300间的结業 那些市長想想想想 如何帮其他那些那些饭饮食 因为现在真的很航兵 很多都很结業 租金在人手都是這樣 開得比較多不斷擴充良壽不齊的情況就出現 令到一些顧客或者消費者覺得質素不太好 就變成有一個對比 令到一些餐飲業的供應困難就增加了 僱主和我們的行業員也好 一定要將一些益義人提升 將來一個服務、一個技術、一個食物的質素提升 令到顧客和消費者覺得那個餐廳或者香港的食物 都比較達到之前一個叫美食堅堂的水準 令到一些消費者覺得願意留港消費 對一個餐飲同意或者那個餐飲業的幫助 我覺得會比較大一些 講過回來繼續東呼即應 美麗華旅遊開創全新旅遊路線沙特阿拉伯 這裏擁有沙漠和海岸景致 世界文化為橙克格拉 和戴障岩是必度景點 首都利亞德繁華催省 一起跟美麗華旅遊體驗繽紛精彩的沙特阿拉伯 繼續東呼 直應 食神教樂 打火鍋最重要爐具安全 同樣道理 搞食肆最重要的莫過於環境衛生 就好像網上最近頁傳的這段片段 只見有隻老鼠在廚房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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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的还以为食物安全专员 确保他们吃了不会肚子 才被人类朋友享用 你说在动画里面 有个五星级大鼠坐镇就说Cutie 现实生活中食肆厨房经验石鼠 既恐怖又骚髒 真是Cutme都有份 更何况看回报道 这间店铺在红磡的分店 去年已经被发现有三百老鼠 四围爬高爬低 还是新型肥状 明显好吃好住那只 我们问过涉事店铺 对方证实发现鼠中的 是位于红磡的分店 已经在事发第二天 暂停营业不一 以及进行深层清洁 又说会加设物料 封好单位入面 扇槽后馆 发现的洞位和纳粒 避免老鼠由其他途径进入店铺 希望他们真的搞好卫生 今次客人吃得安心点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得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 即营 拜拜 东夫即营即营 东夫即营 我都有看的 你们快点看吧 东夫即营即营 大家要听我讲 即刻去看 东夫即营 即营 即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